共同理念 全民发声 MyRadio2011 毫星期五晚10至11点半 MyRadio强势出击 世约乎鸡 死面就敌 我们是否应该旗子鲜明 做我们的反对派 我们是否更加要旗子鲜明 追击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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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力量允许 人民力量允许 POWER TO THE PEOPLE 观似声西力竭 POWER TO THE PEOPLE 继续青筋暴宴 POWER TO THE PEOPLE 不凭则鸣 只因心系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身体力行 隔空发动 黄毓民民度 现在和你否识即致 POWER TO THE PEOPLE 黄毓民频道 持了六分钟开播 持了六分钟 现在其实比以前很多了 台长 以前已经持十五分钟了 现在已经有制度了 我们外面有些推麦 什么人都有 技术人员 很多东西 虽然每个都是义工 但是现在已经很专业了 包括我们的台长 我发现台长原来说粗口很难听 我说过粗口吗 我无意中听Rradio 有一个节目叫做笑死浸 然后有个胡子叫做黄洋达 接着还有一个女士 听着你们两个人说粗口 后来还在笑 那个节目我听完 真是好听 那个是A4来的 A4来的 你在这里不要宣传其他电台 我没有宣传 我讲客观事实 这个台都是你 你都是台长啊 大哥 是不是你现在喝着我 你是不是作为一个台长 来节制节目主持 不是 我们是肆无忌惮的嘛 我们是说的 你说那样东西吧 哈哈 说那样东西 因为我听到他说粗口 他有个生殖器官 他不懂摆位的 你知道吗 那个字不懂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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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了 我讲清了一段 即是说男性生殖器官 你讲粗口 其中一个你知道 最擅长的就是说那个字 那个字他就不懂摆位 对哦 整天摆错了位置 但是很好笑 那你 原本不讲 不过不讲 真的不讲了 讲一下今天先 因为我今天我就 今天我就 所以我告诉你 台长你今天最好说多些东西 是不是 讲粗口我都不拒 因为我今天开会 开到7点半才开完 咦 上位讲一句 我有看 我有看 不是拆你鞋 我未必同意你里面讲的 但我觉得会议很精彩 以前我也做过这些工作 就是帮议员做事 有些会我看得睡觉 但很娱乐性的精彩 娱乐性 因为我看 尤其是 但我又不是讲很多东西 你知道吗 我一两句 滋潤一些油 我又不是讲很多东西 对啊 因为我看那个台就好些 因为如果你看官方的台 它没有close up 它只是一个wide shot 但如果你看close up 其实就很过瘾 我又不怕讲 反正你不讲我讲 我看到你跟某个议员交锋的时候 那个议员是震的 真的 我看到 我不知道我没有眼花 我看到 大家去看重播 但是大家交锋之间 其实就充满火花 在立法会里面 好看 好看 我完整就赚他 大家不用合眼睡 让你搞一搞 很好的 哈哈 以前我是做一些逐字记录的 我有份工 需要这样 我当时真的难受 听那些 尤其是想死 但今天听 你主持的时候 我再次重申 我未必同意 毓敏的部分 对事情的看法 但是 喂 你主持之下 大家里面的dynamics 是 生动了很多 生动了很多 我不明白为什么 但是 其实今天这件事 我想你这个机会 都要讲回 其实 这是第二次特别会议 今天完了之后 有些委员要求 开第三次 甚至第四次 资讯科技 广播事务委员会 特别会议 就讲国费事件 今天就很大阵容 今天就除了原本 这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局长 上任秘书 上任秘书长 和资讯科技总监 副总监 和相关的人员 和上网学习 支援计划的 那些评审委员 论选委员 所有的政府官员 相关的全部都在 不但还加多几件 就是 被认为幕后黑手 要搞政治干预的 财政司司长 他的孩子 政治助理 叶根泉 就现在调到华盛顿 做贸易代表的苏直良 在华盛顿回来 因为他回来 就不是特意为这件事 因为他一年一度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那些驻外代表 全部回来香港 就开个酒会 往年我也有去的 那 他就 順便 回来 就叫他 出席了这个特别会议 因为他是 当时 葛辉的 副手 另外 还有 前任的 常任秘书长 柏志高 现在他就调了去 第二个局 做常任秘 他原本 就是做回 现在郑曼仪的位置 就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通讯 科技科 他分两个部分 一部分 就是商务的一部分 就是讲IT 和广播 以前是葛辉的上司 前任上司 所有这些有关人 今天全部都在这里 我安排给他们 每个人都发言 然后被委员问他们的问题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其实今天就是 政府将很多文件 交给议员之后的 一个特别会议 来的 之前有二十个泛民的 议员就联署 弄一封信给我们 又给我们压力 又给政府压力 就要叫他交很多文件 政府几乎 政府就交了一千页的文件 一大洞 你明白吗 一尺多高的 那我就在想 周二那些文件第一部分 周三第二部分 那你帮哥阿姐 你是不是有本事 看完这一千页文件呢 我真的没有 但是我叫助理 开通宵看完 看完之后 勾拉了给我 我做事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人在作大 我看了一千页文件 只是让我问五分钟 问一条问题 你觉得很委屈 看文件是你的责任 好像我们有些哥哥 完全不看文件 你不看文件 又不会带文件到开会 只是进去说话 但是 你有多少个人看完文件 我就真的很怀疑 连我的email的来往 都有一组文件 今天也有提到 其中一两个email 就是证明了 郭辉要证明了 常秘 就是说 我跟你说 政治干预 应该在12月24日 那个电邮里面 我已经说 有个所谓 political assignment 质疑这件事 但是你到1月5日 才告诉我 什么什么 那大家就在拗这件事 拿一些文件 拿一些email 出来拗 但是我们发现 很多我们的委员 根本就没有看 然后有些人问的问题 就是针对他想问的 比如说 建制派就是质这个国徽 是不是 民主派就是质政府 就是这样 整个flow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有看完 你就知道 但是质的学问是差 你明白吗 所以我又不明白台春 为什么说不同意 我有些事情 我都没有发表意见 由头次未到 主席 主席不应该质人 委员会主席 哪个叫你 我不想做主席 哪个叫你 让我做主席 我做主席 当然跟其他主席不同 我常常质 我做主席 常常质政府 官员 质议员 我质政府 官员也好 质议员也好 就是基于一件事 就是大家要有些 有些学问才行 是不是 喂 我说我议题 你离了题 我就叫你 喂 不是说你这样的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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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阿曾蔡杰佳 王毓民議員 就是 我照班注归而已 喂 喂 我不代表我自己做議員 讲话来题 我做主席 可以被那些議員来题 但是主席 我有一人… 主席一定不会来题 主席永远不会来题 主席永远就在那个 太多 所以我从来都不会 而且我很少发表意见 我就算做资讯科技 的话 我也不会 的主席 我都很少就那个议题发表意见 但我每次都会设定一些问题问的 当有些委员没有办法掌握到的问题 核心没有问那个议题 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问题的时候 我在收尾结尾的时候 我就一定会问一条问题 我每次都是这样做 当如果我要问的问题 就是前面有些委员问了的话 我就一定不会重复问的 这个是 我做这个资讯科技 广播社会委员会主席 我自己 我认为掌握那个分制拿捏 这件事我觉得我就... 你不认为你做主席很辛苦呢? 是,很厉害的辛苦 上次,你看我发声 上次两个半钟 今次有两个半钟 你明白吗? 是辛苦的 喂,做委员你经常走出走入 有些都走出去的 你主席坐在这里 有听清楚的人说什么 但是今次这件事 公众非常关注的 我觉得 开两次特别会议是我决定的 原本开一次,接着我加开一次 加开一次原因就是我要奏蔡叶你 是吧? 所以现在就听不到那些契弟说我 冷处理啊,拖延啊 你还说我都是兜八声 你明白吗? 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 damage is done 神祖已经说我冷处理啊,拖延啊 已经... 这个何秀兰啊,李永大 已经在那里吹啦 是吧? 那我... 没所谓啦 现在做了出来之后 就是... 你民主派都没有声出啦 是不是? 但是今天到收美见美的时候呢 因为我也都留了半个小时时间 就给一些委员讨论 究竟是不是要用P&P 如果我今天不安排这一件事呢 又被人... 又被人插的啦 你明白吗? 我给你们半个小时 大家讨论 给你们讨论 发表了意见之后 跟着投票 投票之后输了6比4 那没得完啦 跟着我就跟他们讲 你去内会再提啦 但是他们就意猶未进啊 在这里 就是说用这个P&P 成立这个专责委员会呢 就是我们事务委员会 一授权给我们事务委员会 就是去调查这件事呢 就被人决定了啦 但是... 他就说 你可以开第三次、第四次的 因为我问... 五分钟 问一条问题 我觉得不够隐 那我说呢 如果你问我呢 我就不会开第三次、第四次了 OK? 不过我又尊重委员的意见 如果大家觉得 是要继续开的 那就开咯 是不是呢? 就是这样啦 那接着何秀兰就说 不是啊!你有权的! 你有权的! 你有权的! 你有权划开的! 他就这样 推了个玻璃给我 那后来呢 就是刘刚说 提一个折冲的办法 就是说 不如这样啦 你们再用书面提议 就是问题 接着叫政府回答你 那你如果说这些书面问题呢 就是他都回答你不清楚了 其实我们再决定 究竟开不开 第三次 或者第四次的特别会议 那个情况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但我想问回呢 如果立法会那些调查委员会 一般调查完之后呢 就有一份报告 跟着有一些结论 有一些立场的 或者对某些人谴责 或者责备 但是事务委员会 一般这些会开完 就算数了 是啊 算数了 没有结论 那怎么开第三次 第四次呢? 如果个别委员就回这个问题 想通过一个动议 就是说 就这个某个官员 就回这个招标事件 作这个政治干预 作出强力的谴责 其实有议员可以提的 是的 是吧? 所以如果任何议员 特别民主派那些 他们认为 就回这一次的事件 他们想就这个问题呢 作一个委员会的议决和表态 他都可以提出的 但是就暂时没有人提 是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 他们会在来会再提 但是 在来会再提提那个P&P P&P 但是那个也是 那个也是 但是如果他们想就回 你代表提一些委员 民主派那些 说你要开会 那些 如果有些事情要表决 你就提出来 是吧? 好过说 好像变了一些事情 毛疾而终 如果就回没有些问题 因为他们经常想表态 其实我同意的 就是你一定是要开一个 专责委员会 是吧? 那就去调查这件事 就是好像以前教院风波 其他那些 相关那些 当然那个严重性呢 就是见仁见智啦 建制派就说你 没什么来搞 你国辉 我们不会跟着你的拍子起舞 但是民主派就认为 知识体大 一定要开专责委员会 你专责委员会 有时如果你说就回某些问题 或者事件 那个资料不足的 那我要用专质委员会的程序 我来拿一些资料 但是我自己不是你委员会的成员 但是我看回整件事 基本上那个过程和资料 就很清楚了 很清楚了 但是今天开完会之后 还有千多月文件 那个资料很清楚了 那你再开会 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说再开会 目的是要问东西 还有你拿不到其他文件 现在只要他说 郭辉提到 另外还有些人 他不是公务员来的 他提过第三者 提过就是说 喂 这个是益民建联的 那他说 如果你不开P&P 那个人不肯来说的 那你除非开P&P 他才有来说 这个是个意见来的 这个不是拿事实 哪一个益与不益 你给这个机构就是益民建联 你给另外那个机构就是益民主党 其实两个都是政党关系的人 所以 陀志光是社联的代表 但是他是民主党 民主党 民主党 如果你用那个党 根本两个都是保皇党 如果是给了社联做 可能没有事 可能民权联就说 你这个民主党 又有事 可能另一个人出来说话 就是郭辉 你怎么知道没有 但是这件事呢 我自己 经过这两三次 我和郭辉也讨论过 所有相关的人 包括政府 我就觉得整件事 可以给政府一个好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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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训 你这些招标 其实真的很恶可 你明白吗 他 都不得不承认 为什么 由两间 那你明明 一间可以 你变成两间 变成两间 变成两间之后 就局缺 不是的 这些惯例 这些情况不是没有的 好像政府早 两三年前 就分天水为北 有一个项目发展 招标的嘛 那陈阳和蔡兰做到很高姿态 又说要做大牌单 有成 其实我自己都成立 整个公司入标的 我价格为低调 那我就提了一个建议 做一个的红酒和美食的中心 包括一个文化表演的广场 那整个计划都挺完善的 那就 五间公司下了标 那下了标之后呢 政府最后跟我们谈 喂 因为呢 就是没有一间公司 可能符合政府的要求呢 他就跟我们五间谈 你们肯不肯 跟那几个合作一起做 那谈了几个月 那最后政府基于某些理由呢 特别那个财政的理由 和那个污水处理的问题呢 就整个计划拉倒 就取消了不做而已 那所以你说 咦 招了标之后 基于某些理由 政府跟个别谈呢 就是我自己的经验 在过去来讲 又不是一个很特殊的安排 那但是在招标 轮选的过程里面 你政府内部出现不同的意见 但是很正常 但是你这些不同的意见 你将它 就是 将它突压了出来 变成一个矛盾 那然后各说各话 就是这样的 你 你 这些郭辉有一套 邪曼仪有一套 甚至乎 郭辉的副手 也有一套 是不是 在郭辉的办公室里面 全部人都反对郭辉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 但是 最惨是没有明确的文字记录 这个说一个 这个说一个 如果你作为这个事件的总负责人 就分明一个问题 你应该明确用书面 就是确定某些基本的决定和立场 所以这件事呢 有些人说是罗生门 那你经过两次特别会议之后 你该问的问题都问到 而且我们两次都是用逐字记录的 一般事务委员会的会议纪要 大久都很清楚 就是责要式的 但是这次呢 两次的会议纪录呢 都是逐字纪录来的 OK 这个就是起码很清楚 譬如有些人根本都没有看上次讲过的 现在又说那些 是不是 所以开这些会议会 开第三次 会有什么进展呢 我又很疑 有进展又突破 不怕开啊 就是叫财亦来多一次 其实你再叫财亦来 你都没有意义 我觉得 他今天那个statement都回答你 如果你认为这样叫做政治干预 你就谴责他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的说法 我建议就是说 如果那些委员 特别是民主派的委员 就这个问题 想表示一个态度 未在某个 你们下一次或者下两次会议 正式在议程中提出 你预时间 有一个预告 就这个问题 那些委员要表示一个态度 或者想委员会 就为一个委员会 听完那么多东西之后 想表示一个态度 他就可以正式提个动议 动议可以列 12345671 譴责ABCD关 好像这些调查委员会 那样也可以 所以机制上是给议员 用回 无需成立这个专责委员会 而可以做了 因为成立专责委员会 你都要经过大家表决 那你投票 你一定会输给人 所以就学大约说 你不如想其他办法 你输硬的 而且你的资料已经在了 事实又很清楚 就算你成立专责委员会 都是类似的 因为专责委员会有时候的议决 跟着最后的结论 是谴责 是遗憾 还是强烈 表示不满 有时都拗争 是的 我自己 我坐过帐牧委员会 就知道了 我们写report的时候 是很难用的 所谓condemn 很难用的 你明白吗 那些字眼呢 有时很难说 大家 其实都没什么作用 就算用 那又怎样呢 我强烈谴责 哇 在委员会来说 是很厉害的 哈哈 但问题就是 这件事 其实都还没收货 现在看款 是吧 那 在内会他们又会拿出来谈 跟着又会给压令我 叫我开第三次的特别会议 这个一定的了 那我就很简单的 如果大家都认为要开 那就开了 我没有意见的 对不对 但是你又不要说 喂 我们不表示意见 你拿fit 那我就不可以 但当初我怀疑这件事件 是吗 喂 当初我怀疑这件事件的后着 可能是针对堂堂的 现在不是呢 似乎就不能动 都不能动 不关事的 你现在说今天 其实曾俊华也很糟 就是刘慧卿的 刘慧卿问他一个问题 那你为什么只说IPOA 不要说其他机构 其实问这个问题很愚蠢的 因为他根本就是有个 意向就是IPOA好些 你明白吗 他就认为是会里面的同事 就是共同的意见 不过他就这样说 你明白吗 我都已经给他答 你是不是没有提其他机构 他说没有 记忆中没有 没有了 就是只是提一个机构 如果你只是提一个机构 那是不是有一种政治干预呢 或者是否构不构成 这是一个political assignment 就真的各有不同的解读 因为你作为一个顶头上司 那你表达了你的倾向 那你下面的人会揣摩你的意思 就懂得做 那也可以这样解释 你可以这样说 但到了这个地步 那你就谴责他了 你认为这个是什么 这个也是一个价值判断 但是你如果要开一个调查委员会 就很糟糕 又要花一千几百万 那就不要紧 找到真相 那找到什么真相呢 你都是无非说来说 就是政治干预 这个是结论 不是 这个已经是作了个结论 到最后都是 你包括这个葛飞 他也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这个你就给压力我 这个就是一个 第一次他叫做political pressure 接着又叫做political assignment 是强调这件事 那今天一些委员问他 他什么叫做political assignment 他就答不出 那其实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问责官员 那你把你的经验 告诉你的下属 在这个招标之前 已经说了 就是在轮选过程里面说 还是在轮选之后说呢 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其实那个真相 大致上 现阶段来说 其实都已经看到很多了 但是 不过有些委员就认为 还有得跟进 所以现在就 未来的发展 就是要么就开多次 特别会议 再谈多次 是吧 要么就 在来会里面提出 这个 就是 专责委员会 成立专责委员会 那如果又被人 举低了之后呢 那其实大舊的建议 挺好的 你可以民主派联署 联署 根据现在已知的事实 我就谴责你曾俊华 是个动议 是吧 OK 休息一会 你 在海上 滔滔凉岩潮 捂着温随狼 激进兆 叁忍天下 纷纷是商场 谁不谁生出天知晓 将三相 年与扬 逃郎逃近 红尘殊逝 知多少 惊风啸 静热寂寥 好情万生 一惊万朝 好情万生 好情万生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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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海小海 草草凉 草草凉 中海小海 草草凉 草草凉 草草草凉 中海小海 草草草凉 草草草凉 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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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好情 仍在痴痴嚣嚣 同理念 全民發聲 By Radio 20161 辛亥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 在廣大人民中傳播出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 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發展 辛亥百年華滄桑 逢星期二晚10點至11點半 主持 麥葉城 謝二方 POWER TO THE PEOPLE 強敵民主党 人民力兩萬歲 POWER TO THE PEOPLE 貫賜聲聲歷力竭 POWER TO THE PEOPLE 繼續青根報宴 POWER TO THE PEOPLE POWER TO THE PEOPLE 不平則名 只因心是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POWER TO THE PEOPLE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黃毓民民度 現在和你否釋跡節 POWER TO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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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第二節 這一節 其實我有一個 都幾 幾 重要問題問得大究 大家知道 昨天發生了兩宗 慘劇 一宗是兔瓜環 那宗劏房火燭 馬頭圍到 馬頭圍到 另外一個 有一位 雞農中 他們車 雞苗 雲雞苗的商人 在中環 示威 抗議 很不幸 有一位 很資深的警務人員 因為這樣 一個意外 就順了職 我看到 無論是一些 討論區也好 或者部分的 報章也好 其實 是不是好像 有一個矛頭針 針對大究 很明顯 傳媒的報道 和有不少的市民 未必全部是五毛 就這件事 有一定的意見 這個意見 可能基於 某些價值取向 某些是基於 對問題的 錯誤理解 而導致 錯誤理解 不少是因為 傳媒的報道 偏頗 而產生一些 觀感 因為整件事 如果不是很詳細的 了解 你單單看某些 報道 我的角色是 不清晰的 基於某些 報道 有不少的聽眾 或者觀眾 看完新聞報道之後 都有一個很強的觀感 就是我 由頭到尾 過去那幾年 幫這個 唐哥 而不單說 要幫他爭取 可能他的行為 都好像是我負責 組織和策劃的 這個誤解是存在的 其實昨天我見記者的時候 我已經很清楚交代和解釋 因為昨天主要是 雞仔堂說話 我只是簡單補充兩句 我已經很清楚說出 他先後兩次的請願 我是完全不知情的 其實兩次都是警方通知我 我才知道的 他都時時沒有跟我討論 我們都沒有給任何的指示 去說你要怎樣做怎樣做 基本上我的角色 他作為一個市民 找我求助 我是就回他的要求 就是賠償那裡 是和政府接合 其實我和政府的接觸 包括和周恩樂 和梁卓偉的接觸 講這件事 多過我和劉沃棠的商談 所以整件事就是 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我昨天也都在立法會 會議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討論其他動議的時候 當我知道有警務人員 這個因事而去世 我也都在立法會上 表示我對這件事的哀傷 也都對他的家人 表示深切的慰問 整件事其實 沒有一個人 包括劉洛棠在內 想傷害任何人 他只是經過幾年的爭取 政府長期冷漠的對待 他感到很憤怒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都沒有見他 去年年尾 他再來找我 就說睡不著 想自殺 我多次勸他 說我會盡力幫你爭取 看政府的改變態度 在過程中 我和很多政黨議員談 包括民建聯 黃蓉根 方剛 張宇人 等等 差不多過去有份接觸 這位人士的立法會員 和政黨 基本上是一面倒 都認為 劉洛棠應該獲得賠償 因為整個 周恩岳昨天說的話 其實是很荒謬絕倫的 他拒絕見這個人 就找些同事見他 他的同事見完他之後 劉洛棠的憤怒 是更加 不滿是更加強的 因為他的同事跟他說 喂 你有經濟問題 你申請中緩 整個問題的經濟 不是事主說 要拿政府中緩 他整件事件 他三年來的憤怒 三年來的不滿 就是覺得 其他在這個 雞的行業 包括養殖 包括零售 包括零售 包括運輸 有得賠 運大雞就有 運大雞就有 單單他們那幾個 運雞苗 沒有得賠 所以我說 這個不是你主要行業 你不運雞苗 你可以運其他東西 運大雞 那些都是 可以運其他東西 不運雞苗 要運白粉就行了 是咯 那你運雞苗 他說你不是主要行業 人家證明 我是主要行業 你說我不是 我說我是 那你有沒有機制決定 那漁護署的記錄 沒有 漁護署的記錄 就運大雞 在漁護署出入場 就有記錄 運雞苗的就沒有 喂 你沒有記錄 不關我的雞苗 運輸人的責任 是你漁護署的問題 是吧 所以在很多討論過程裡面 事主覺得被漁護署的欺凌 覺得不相信漁護署 不相信他們的前線人儀 想跟你周安樂談 他上一次跳橋之後 我親口承諾他 我說我一定會盡力幫你和周安樂談 他說大舅 你幫我如果約到周安樂談 我只是跟他解釋多一次 解釋給他聽 為何我是應該要獲得賠償的 如果我解釋完 周安樂都不接受的 那我就算了 講到這樣 即是他覺得是 他吞不到一口氣 他覺得怎樣都要爭取一次機會 因為他不相信漁護署的人 覺得你局長是有責任的 因為你是局長決定的 那我盡力去做 如果局長不肯見你的 我幫你擲去雞屎 但周安樂 仍然不怕 我跟他講 又拒絕 跟他的副手講 又拒絕 我6月7日再給了一封很嚴厲的信 給他 你做什麼官 這樣都不肯聽 我都跟他說 因為我做了那麼多年地區事 過去那20年 我真的見到不少街坊 特別協助街坊期間 都有街坊自殺身亡 早幾年天室 因為有個中年男士 又是因為這樣 申請中門期間自殺身亡 我幾天都睡不到覺 我自己覺得 我幫過街坊 如果在幫過程中 我不盡力 街坊又自殺 我們見得太多了 負資產期間又有 在地區上 天水華見得特別多 我們早前接觸 有些地區的護衛主席 也早前自殺身亡 我們見得太多這些個案 我們覺得作為民選議員 你是有責任去幫街坊 但是我幫過程 我是盡力去做 但是 那個街坊自己 某些行為的決定 我幫到的 我盡量幫 有些事我不知道 我也沒有權 阻止他做某些事 我也不知道他會做某些事 但你見到傳媒 特別蘋果是最賤格的 我也不知道蘋果的 文匯大公你預了 我讀一段明報 你才知道一段給他聽 他説此外由於事件的主角 早已在有個類似的 玩野前科 我不知道中間有個字 看不到 玩是不知道跟著什麼前科 而過程中 立法會議員陳偉業曾到場調解 他的調解是加一個引號 而今次搞出人命 搞出人命是引號 劉玉堂亦再次到立法會 就在陳偉業 因而令人質疑陳偉業 在事件中的角色 這個很荒謬 第一次去上次跳橋 我完全不知道 警方打電話給我 那時候我搭地鐵去中環 劉玉堂問我知不知道 我記得 他說他去跳橋 他指定名叫你去 有話跟你說 我說我趕著開會 我未必可以來 他說你盡量來 我想了一會兒 如果我不去 他真的是跳橋 我又覺得內疚 我立刻在禮景站 轉的士 立刻去丁九橋 去到那時候 講了一輪 最後我就用過一句 如果不見你 我就扔去雞屎 他真的抓住我 那是你講的 我是信你的 我說我一定幫你做 那他就上次回來 跟著跟他談了兩次電話 在過程裏面 也都做了剛才所說的 直到這個 昨天 大約九點多鐘 我正在開會 立法會正在開公務事務委員會 收到一個call 因為我轉了鎮機 劉玉堂很信任我給他電話 我又不知道什麼事 我沒有給他 再遲多十分鐘 跟著警務處有人call 說劉玉堂在這個中環 什麼橋那裡想自殺 叫我回覆那個警務人員電話 我立刻回覆他 問一下這個情況怎樣 跟著我說 要不要我來 他就說 你遲些有電話 有需要再給你電話 跟著就沒有電話 那我繼續立法會開會 因為昨天 星期三全日 都有很多會議開 這件事就是這樣 跟著就 到下午 劉玉堂給我電話 因為 那時電視演出了 就說我警務人員身亡 劉王發叔在我談 有什麼幫忙 我還沒說過程給他聽 跟著他說想見見劉玉堂 然後劉玉堂給我電話 那時我就說 發叔想見你 你得不就過來見見他 跟著約了他之後 就很多記者打電話給我 因為上一次那件事 那些記者知道我在幫他 那我就說如果是的 那你們一齊五點鐘 在立法會門口見記者 因為我怕個別記者找劉玉堂 他到時那個情緒 就會出現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擔心那些記者 有時質問過分 沒有人性 可能會刺激他某些情緒 所以我就陪著去見記者 情況就是這樣 陪完見完記者去就自己走 我們都跟發叔一起去的時候 毋敏在那裡 毋敏跟我跟劉王發聊的時候 毋敏在旁邊 毋敏還跟劉王發說 一人一半 幫他陪了他 不要等他自殺了 那看到劉王發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發生過警長意外身亡 而是他在準備 在跳橋 在僵持的時候 我就說 政府不會賠這些錢的 不如大家夾給他 算了 叫他不要搞 因為他遲早會自己跳 我們的想法就是 劉王發說不用了 要幫忙 總之究竟是怎樣陪大家談 後來見到劉王發之後 劉華堂都說不用了 我說沒有理由要你陪的 這個不只是錢的問題 這個是不公義的問題 他說沒有理由 特別針對我和歧視我們 或者我回應一下 剛才台長講的報紙 或者有些討論區都在動 大舊 我們撇開那些 所謂要針對我們的人 你跟他說什麼都沒用 你有位他就要進來 我們就只能夠戒慎恐懼 多謝蘋果和明報那些 經常監察我們 我們做事要小心一點 我們感謝他 最多是這樣 不高興就是我屌刷他 但問題是 他是用意很惡毒的 我們作為一個立法會議 我們其中一個職責 就是要接受市民的申訴 以及幫他處理問題 這個是我們做立法會議 民選立法會議的職責 所以我們在辦事處裡 經常都收到很多不同的案例 譬如這位劉玉堂先生 他的情況是很清楚的 就是說你政府殺雞 然後你要賠錢給那些相關的業者 你就獨漏了這些運送雞苗的司機 有幾個 曾經來過立法會申訴部 我們都跟他談過 那你政府就 外於那個條例 或者你的規定 你不肯做這件事 那由於這位老兄 就心心不分 他覺得他要抗爭 他要抗爭的時候 他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手段 他覺得這個 就是以死 作為一個明智也好 什麼也好 就是控訴 這個是他要選擇的一個方式 我們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我們只能夠勸他千萬不要自殘 是嗎 不要為了一件這樣的事 抗爭就不是叫你自己自殺 抗爭就是打他 對不對 很簡單而已 是不是 你等一下就打他 對不對 那我準備坐牢呢 你沒理由自殘 是不是 所以戴狗的角色很簡單 就是勸他不要做這件事 是不是 好了 你的傳媒說 你質疑 就是戴狗的角色 戴狗的角色很清楚 就是我現在說的 市民來跟我們申訴 我們就一定要處理 是不是 而這個市民 他用自殘的方式 我們就勸他不要自殺 不要做傻事 喂 我也試過去救過那些自殺的人 是不是就是戴狗 我也試過了 是不是 那個人自殺第二次的時候 就是 再點愛冤 看他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有些問題的時候 我就不理他 那次又自殺不成了 是不是 我自己都有這些經驗 我在做電台的時候 那些警察叫我去 是不是 做了談判專家 我哭了那個人下來 我也試過了 我們當然不會被你自殺 對不對 很簡單 警方也是這樣 這次又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由於他這個所謂抗議 或者他這種 就是 以死 作為一種 控訴 喂 這樣就導致一個警務人員 在執勤的時候 意外身亡 這是一個很不幸的事 這是一個悲劇 這是一個悲劇 但是我們要冷靜點想 是不是一定關他事 他自己都很內疚 跪在那裡 道歉 他認為如果不是我這樣來 那警察就不用來 那警察就不用意外 不會身亡 有些人可能意外受傷 也未頂 有些人被雨打傷 也有 各樣都有 等於我們的示威 我們都有機會被人噴胡椒噴霧 你以為我想被你噴胡椒噴霧 對不對 但是這個警察 他是執勤的時候意外身亡 這個是殉職 我們覺得這是不幸的事 所以我當初 我昨天在立法會看電視 看到現場的時候 我都覺得 我很難過 甚至跟別人說 隔了一段時間 我說 今天真是甚麼日子 死五個人 碼頭為火 死四個 嚴格來說死五個 還有一個懷孕的 喂 死四個 然後這個警察 執勤 又殉職 我說為何特首不走出來說話 當時我第一個想 為何特首不走出來 喂 有些人說不是呀 特首去澳洲 我說未去 大哥 下午還在 你是不是應該出來 喂 今天真是一個令人悲傷的日子 我們有一位警務人員 在執行任務的時候殉職 另外四個市民 在一場火災裡面 不幸死亡 我要對他們的家屬 表示慰問自已 今天是一個令人難過的日子 我們盡量做好善後的工作 至於碼頭為這些舊樓 我希望消防署方面 做多些防火 說這些事 還沒見過特首走出來的 死五條人命 一日之內 第一時間我們都會想到這件事 好了 你現在 今天有些報紙 包括蘋果 明報 不但只怪那個示威的人 同時 又暗示 大舊就是 幕後黑手 叫這個人去跳橋 如果不是大舊在幕後策劃 就不會發生這件事 那些因果關係 這樣做一個因果關係的論述 老實說 你要入人以罪 你要扣我們武士 那沒辦法了 但不代表我們對這件事 我們是麻木不一 對那位警員和家屬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悲劇 一個不幸 但對於劉玉堂 雞仔堂來說 他個人的冤屈 那怎麼辦 他都要申訴 但我們是不希望他用死 來他申訴 因為生命是很寶貴的 沒有人應該 無緣無故死亡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我都想不到 你除了是惡意 要去攻擊我們之外 你的論據在哪裏 你看民會大公那些 如果你這個邏輯成立 大家不要去示威 大家不可以做任何自力救濟的事 第一 你會破壞社會的秩序 第二 就是有違社會的安寧 如果用你們這樣的邏輯 就會這樣 那你蘋果日報 不要叫人上街示威 是不是 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其實很簡單 就是為了 要針對我們 我不覺得大家在這件事上 其實傳媒 有些做事的作風和態度 就是扭曲那個事實 和扭曲那個社會公義 你不用說 太夠了 你不用說 這兩張報紙 那個傳媒的角色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對社會整體的影響 是很嚴重的 因為 你看美國也好 為什麼最後馬丁路德金 就是那個和平抗爭的運動 得到這個支持 因為美國的傳媒 還有有一幫正義的中產 還有專業人士 還有一些政黨支持 但是如果你的傳媒 將一些和平理性的運動 或者一些爭取正義的運動 扭曲的話 你永遠那個真正的信息 被扭曲的時候 可以爭取到的社會的正義 最後因為這些傳媒的扭曲 而失敗 那你最後就是逼一些 真的想透過一些正當途徑 去爭取正義的人 走向這個暴力 所以很危險 我不知道大舊你有沒有看到 陳雲的一篇評論 你看看他的一篇評論 他一篇評論就很清楚了 你看看陳老師那篇評論 你同樣姓陳的 你的本家 你看看他的那篇評論 你跟傳媒講這些道理 就是浪費了 我不是跟傳媒講 我跟公眾講 都是浪費 因為公眾不會一兩樣兩極的 他受這些傳媒的影響 那你就不可以改變他 他不受這些傳媒的影響 很簡單 大舊的角色 怎樣要為警員死亡去負責任 真正的負責任就是周一樂 大哥我不殺白人 白人因你而死 這個因你而死很可能就是雞仔堂 所以如果傳媒和公眾不明白這個邏輯的話 如果傳媒和公眾不明白這個邏輯的話 你是繼續鼓勵或者縱容這些沒有良知和不負責任的官 繼續去做一些不負責任的行為 因為大舊剛才說得很清楚 他第一次在丁九橋要跳橋的時候 已經找過周一樂 找過梁卓偉告訴他 麻煩你見一下劉玉彤 見了他就沒事了 那他還是不肯見了 然後他說叫他去社會福利署 叫他申請縱緩 你明白嗎 那他又拒絕了 那件事是這樣 然後他第二次在中環要跳橋的時候 喂 大佬 那你說關誰的事呢 大舊叫他 你有沒有證據證明這次又是大舊叫他跳呢 你如果沒有證據 那你如何入大舊罪呢 是不是 更何況你連怪劉玉堂都不應該怪啦 嚴格來說 你以為他想的嗎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就是說你示威不要示威 示威就會搞到警察死 是不是 還有很多可能性 就是報紙這些市民可能覺得 不是 你怪劉玉堂都有一點問題 不過劉玉堂本身他自己內疚 他跪在那裏道歉 是不是 那他自己 就是覺得這樣是因為他 要不然他來示威就不會發生 這個是他自己的那個看法 那他向你道歉 是不是 但是你其他人 你不可以說 因為你去示威 所以搞到他差佬死了 是不是 那更加不應該去怪大舊 就是幫這個人 是不是 是不是 因為你沒有證據證明 這次跳橋是大舊叫他去跳的 就是在這些傳媒來講 就是真正那些市民 垃圾到不堪 對 在他們那時候 好像就是天水圍那些 不是燒炭自殺 就跳樓死 那些呢 他就覺得這些是 正當的行為 就是你有些什麼不滿意 就不要出來爭取 那些雙重標準 大哥 你這頭又在那裏 就是撐那些八十喉 什麼九十喉 是不是 就是有去 就是鼓勵他們去抗爭 是不是 這頭死了人 你又說這個人 魯莽 是不是 網漢 是不是 就是說他累死人 那 那這種呢 就是很簡單的民間智慧 是不是 因為你把那個因果關係 這樣來看 對不對 對不對 很多時候 社會上面 有很多人 就是要 走上自絕的道路 他當然是有原因的 那個自絕的道路就是 你政府逼他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這位警長 就是很不幸 就是他執行任務的時候 意外 是不是 發生意外 你先低 然後那個 你看到的 向後這樣 四米高 大哥 如果你正面跳下去 都可能斷手斷腳 是不是 四米 除非你是一些特技人 是不是 但是 但是你後面這樣下去 這個真的 而且是線 站到這樣旁邊 當然這個也要經過調查 對不對 但是就是很不幸 是不是 所以當時我一看到 我就覺得很難過 為什麼要搞到這樣 是不是 你說 如果 第一次他在丁九跳橋 大舊去找周一樂 或者梁卓衛 他肯見這位唐哥的時候 那不會發生第二次 在中環 那個 這個意外 是不是 可以這樣說 但是 反過來就 質疑大舊 那些傳媒就覺得 如果他第一次跳 跳樓死了 就沒事了 是不是 他們就覺得 咦 這些問題 好像不是問題 就是 小市民 被政府的政策之下 受挖 最後去自殺身亡 那些傳媒就哀傷完之後就沒什麼 而且現在還似乎有一個趨勢 是將這件事 將它提升為一個示威文化的問題 嗯 那就傻了 是不是 那就傻了 那你就是 很簡單 就是我們 就是 Touchwood 那些警察 你真的最重要 安全第一 不要有什麼事實 不要哭我 麻煩你 你哭我 不小心被人打了一桿 不小心被人打到氣門 那當場 那怎麼辦 那你不通 這個說法 對不對 那你對今天殉職的警員 也是很不公道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人應該 因為這樣而去死亡 這個是一個悲劇 基本上就是 就是說 你劉玉堂想這樣嗎 是不是 沒有人想的嘛 這件事 大救想這樣嗎 更何況 就是昨天 她那個跳橋和大救 有什麼關係呢 真奇怪 那我們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接受市民的申訴 然後幫她處理問題 那這個真是我們的責任 對不對 我們協助有一些位要自殺 我試過有一個葛原墨走來我那裡 是不是 什麼都試過 那我們都是要盡我們的能力 我很多時候 我在地區辦事處裡會見市民 通常都是做心理輔導 不知是誰會輔導我 尤其是我被我老婆罵了之後 是不是 我經常去輔導一些人 是不是 就是我 我 我家裡被我老婆 這樣租質的時候 那誰來輔導我 但是我經常在那裡輔導人 是不是 做 做 做 大家都很清楚 我今天做好笑的 說回我自己的個案 那這個律政署就告我 上小額存債 就說我欠錢沒有還了 欠什麼錢呢 就是我擔保一個在囚的年輕人讀書 就是借這個學資處的貸款 為什麼200年 公元2000年 是不是 然後若干年後 好像2009年來追我 說要我連利息加多少錢 因為找不到那個人 還有他在十一年 即是十二年就不可以追的 十一年 第十一年去追數 哇 我是不是哥老爺 那我給了我本金 一萬四千多元利息 我就不給了 那不給 那就律政署來 告我 小額存債 今天去到法庭上 笑過法官 即是 那個叫做裁判官 還是什麼 小額存債 裁判官 喂 如果人家給了我本金 那你這樣算別人的利息 就真的不是很對 是不是 但是就跟 我有代表他 就跟我代表說 那他就 理論上一定要付錢 但是現在這樣 你回去大家先講好數 你四四六六 你看看大哥 你不應該收人這麼多錢 是吧 那我發達了 我告訴他 我跟著呢 那我去申訴 朱元公署 是投訴他的 那跟著他說 現在進入法律程序 跟著就 我們不理了 現在如果這件事完了之後 喂 連個裁判官都認為你有問題 大哥 你幹嘛 隔這麼久才來追我 是不是 真是幾好笑 你說真是 啊 真是 我說 如果省了些錢 我們大家吃掉它 休息一會兒 你和我三 曬黑我臉 曬黑我臉 教我在人世找美事 雲造屋城河 處車烏檢 推華下空頭 車遍風重線 指望攻日發生 衝之刑廈 傲似老人 為人類點樂圈 枕後 創全會努力 擔心一年 唯其燕県 開魄神現 就让我心里愿 天天见晴天 愿世间又晴天 愿天天也见太亮面 以共我心 适恨我何念 教我在荣誓走美线 宿醉云环 杀去胡蝙 兵道胡朝流 青铜铜铜铜剑 愿途责任 贪我誓言 无朝同老人 为人类建立军 共同努力 同张三年 令建国 看尽少年 就让我心里愿 天天天晴天 共同理念 全民发声 Miradio2011 等我休息这几个月吧 我在楼梯里有露啤的样子 很怕我放假才能说 但你要说一下 你不要一开始就已经说到笑得很远 说一下 又已经说自己可以过很舒适的生活 不是舒适的 就是不要被消费主惨醒 首先就是说一下 你一听这些消费主义这些废话 你已经知道这些是左扑 这些左扑 那是跟我不合适的 这里又说一条线 就是那边左扑 左扑我喜欢 左扑 左扑 以身犯险 全民发声 勃发城市论坛 提升正面品味 逢星期三晚10点 至11点半 MyRadio 有马草黎 刘雍 声事医生 城市再论坛 POWER TO THE PEOPLE 江青民传统 江青民传统 人民力量民粹 人民力量民粹 POWER TO THE PEOPLE 观似声西力竭 POWER TO THE PEOPLE 继续青筋报言 POWER TO THE PEOPLE 不平责名 只因心系香港 POWER TO THE PEOPLE 身体力行 隔空发工 黄毓民密度 现在和你否释直截 POWER TO THE PEOPLE 回来第三次 虽然外面有很多很多电话 但我仍然有一件事要问一问一问 毓民和大疚 政府今天宣布派过6000元 但就极度骑力 我都不知道怎样说 现在我其实很等钱花 他又要说一下登记 可能今年年尾 第一话就11月 不过我听到小道消息 我听回来 其实呢 搞这个program 派钱这个program 9月才开始落实去整 我自己就挺怀疑11月派不派到 所以他鼓励你如果遲些多拿两个水 如果派不到就不要鼓励我只得两个水 应该给多一点 这也会引起很多问题的 谁知道多问题 我实际是反感了 有些罗人家说我等不到 算你拿不到 今晚就定了个期限 比如说大家来事 我们决定派钱之后 不幸离世那些 那你又可以收给那些 怎样呢 不是真的很不幸 这个政府经常重复又重复的创 还有啊 那几千万的银行的行政费 是否真的要给呢 那你的银行做事还是要 不过他还有一个程序 就是要来财委会拿钱 其实你早点来财委会拿钱 可能他还未计算数 因为他要来财委会拿钱 这两百多亿要来拿 我想立法会都很快开会了 这几天可能会有特别会议 就回去公布 要去解释 要去交代 你现在还未排在财委会的议程 七月来 七月要来拿财委会批的 还要 不然会卖了立法会 你自己不拿来 他放到最后 你一定要过 很明显是这样的 没人敢不过 过硬的 但如果你五六月来 可以拖一点时间 你修正一点 改善一点 民主党因为六千元 知道吗 对 你记不记得他上次提了什么票 他真的有六千元 你明白吗 还有一个疑问 坊间就说 在11月之前派钱 就是因为区议会的选举来 但我觉得不是这样 如果他有得选择 他宁愿在7月之前派了他 就不是只有11月 所以他在7月之前都公布了 公布了 公布完更差 唉 即是他那个深展室是废的了 好 我们来听听盧先生的电话 因为今天真的很多电话 台长 毓满大哥好 我想说说警察才是意外的一件事 因为早派几个月前 好像打过上电台 说英派一个 我类的伙计的 真的来说 发生了 或者先听我说 为什么呢 其实来说 最大的问题是 哪一个人被命令 下去 要警察上去 而且来说的话 一定会自己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那里很滑的 你看照片来说 他穿着皮鞋变装的 不应该上去 没有安全带 没有症的 如果你记得几年前 试过一件事 就是消防员 飞身涌救的少女 自杀的 那我立即打了上电台 那我说 你这些情况 不可以这样救发的 那人想死的话 你没得救他 一定要是慢慢来搞的 今次来说一件事 如果 你这样上去 是线到飞起 是很危险的 即是 如果是一个 是逼人这么紧要 可能是说 那里是中华地方 你三个小时 玩了 你快点搞定他 明天就发毛了 后来今天听到 原来有个督察院 先上去 即是跟着那个 自杀计 又上去 就是这样的 又没有安全带 又没有射 消防那对鞋 都说是防弹的 我想来说 如果是说什么 一定要问 哪一个人被命令 有个伙计上去 还有你说 再被人拒 他说 可以死人庭 是不是有人真的被命令 为什么会被命令 警察上去 我觉得真是 累死伙计 七一来说 好像 另外 七一那件事 维园 是很幸运的 没有人发生意外 即是如果你是说 一个这么鸣派 这么硬的 就逼下面的前线走上去 还有呢 将警察和市民 立一个对立点来说 有所谓的心理来说 真的 以后又会大事了 是啊 明白你了 刘先生 多谢明白你的意见 OK 谢谢 那我们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是 下一位听众 阿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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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耀哥 要道理请讲 是 是 我也是想说 昨天那件事 我自己的心都很乱 因为我也有个朋友 是当警察的 他当然是 跟一般人的想法一样 都觉得 示威者是间接累死警察的了 但是 我自己的立场 我觉得 其实 没有说谁是对谁是错的 这件事 其实令我想起 《无间道》的一首歌 就是《Beyond》那首《长空》 其中一首歌的歌词就是 《无对予错但有因予果》 是吧 但是很奈何就是 正如《奥曼》你所说 就是很多 就是很多人 都将个因果关系 调转 是吧 就是觉得 你的警察死了 当然是 那个示威者间接害死的了 但是究竟 整件事 他因是什么 或者这么说 为什么示威者 会用这样的手法去示威呢 是不是 就是我发觉 很多人 连他因果 我学一下毓民来说 就是 因果关系都会调转 是吧 就是不要说这件事 就算是我 和朋友一般聊天的时候 就是我听见很多人 说 啊 你这班议员 动品 大靠 长毛利成 就是这样的示威 哇 如果香港有普选 被你们这班人执政 香港还有一些政 我心想 大哥 你连他因果关系都会调转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示威呢 因为香港有一个 民主和不完善的制度 这个是个因 所以才导致果发生 是不是 好 多谢你电话 遥哥 遥哥很清楚 刚才我说马丁路德金的情况 是不是 就是你美国有这个和平抗争 跟着和平抗争的目标可以达到 因为你有正义的传媒 还有那些市民的群众是支持的 但是当你的群众不支持正义的抗争 你打压这些正义的抗争的 那就是 最后那些的不公平的情况 不公义的情况继续存在 便迟早导致到更加暴力的这个运动 好 我来听听黎珊电话 黎珊 三位主持 你们好 喂 喂 不如看这半年 我发觉呢 特区政府为什么经常在那里 用政治炸弹 之后自己去引爆它 就是好像之前说 远一点点了 说派钱了 就是派到现在就没派到 那之后近一点 说现在有钱见了 就是又搞不定了 好像 那之后昨天那单 又说 就是鸡苗运输行业 那我发觉其实 就是之前六四 就是那个局长说些什么 就是觉得很硬义 所以说呢 我就觉得呢 这个特区政府呢 就是好像在等退休 所以说呢 就是今年七一呢 我已经会 我已经叫了我的亲分戚友上街了 就一定行人不离离 那一条队的 好 我要说的是这么多 OK 谢谢你的电话 我们今天因为很多电话 所以大家不好意思 大家都简短一点 接着是黄小姐 喂 是 请讲黄小姐 到你了 我想讲回呢 因为那个鸡苗那里呢 就是我想鼓励一下大狗 和唐哥那边 就是不是 不要摸了责任在身上 因为我都和一些同事 讨论过这件事 但是很奇怪 他们个人都一面倒 是说不关 唐哥事 和不关大狗事 就是本身 就是我们 大家讨论的时候 个个都是这样说 就是他不会说因为这样 而令到 这件事 就是不会发生 或者是示威那些 就是譬如 如果一个人是想跳楼 他会不会观察下面 有没有人走过呢 他才跳下去呢 那如果这样说 跳下去的时候 摸到人 那是不是跟跳楼那件事呢 就是 而且你警察 本身已经是有个训练的嘛 他自己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杀任应该是回到政府 但是入头戴没有人去 质疑过政府 或者是他们的部门 怎样去做 而是 就是 就是将个责任推给别人 我觉得政府不堪 就是我觉得 就是 就是很多回事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吃午餐的时候 大家都有个这样的看法 就是 就是我 就是劝勉啊 唐哥如果听了这个节目 就是不要将个责任担当自己 不是 现在我们真的很担心他 老实说 是啊 我也现在很担心 就是那个警长 固然是不幸的 是啊 就是说这个唐哥 他自责 是啊 对啊 接着就做傻事 那我想请问 那你不是真的有大件事 对啊 对啊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 萬一如果台湾真的做傻事 那责任是否追回《庭格》 追回《明报》 追回这些报刊呢 问题是这里的嘛 现在 譬如说记者 每次追看他何时会刺杀 那你都疯了 真的 所以我觉得 我认为 假设他会刺 就是 他 我们就担心 但是记者就想见到 很多很卑鄙的事 记者想见到这种情况出现 可能 所以我们 我打电话时 我只是担心这件事 所以 希文就是鼓勵 我当时教新闻的时候 我经常说一件事 就是我们 比如我教新闻的时候 我有讲教人 怎样做政治新闻 还有特发 社会新闻 我说 人有一种这样的 就是 人性有一种很惡劣的 就是 倾向 就是 幸灾乐和 就是想见到别人痛苦 就感觉自己很幸运 你明白吗 所以见到六角大风上 抱着窗口 当门口 那些 他们一定会 哎呀 真可憐 为什么大大小小 这样跳发 哎呀 真是凄凉 那其实潜意识 就是觉得自己很幸运 是啊 所以这些新闻 是特别多人看的 你留意一下 凡是突发新闻 那些死人塌屋 灾难性的新闻 那些人是特别喜欢看的 这个潜意识 有这种的 就是这样的经验 所以 其实现在的记者 我当时做突发的时候 我都试过有这些经验 那些人企图跳楼 那些记者就快点跳楼 麻烦你 我等了三个钟 真的这样 是啊 你明白吗 甚至连记者都是这样的 喂 那跳下去 我亲眼见着 看着 有人这样 空中飞人 我见过两三次 在我记役 你说多恐怖 但是 记者就是这样 很多记者就是这样 很多记者就是这样 你们的记者 我真的希望你们 所以现在你告诉我 那些记者去追杀他 找他 问他 你会不会沉死 听说你要自杀 那你不是变数 叫他快点去沉死路 是啊 因为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他有犧牲的意念 现在你更加要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 他就更加有这个意念 那责任归谁呢 就是叫他 鼓励他 多谢你电话 我们希望尽量可以 就是说 可以和 和 和唐哥谈谈 不断联络他 不断联络他 看着他情况 因为我们不想 那个不幸 就是继续发生 下一位 占先生 占先生 到你了 请说 占先生 听不听到占先生 占先生如果不行 就下一位了 因为前面未完 他可能只是听着节目 占先生 我想不行 是 喂 不要紧了 比如刚才说记者 其实刚才也有很多记者 突然间打电话给我 就说 有什么传闻有什么 有什么 我免得再重复 基本上 这段时间 都很多很丑陋的情况出现 呼吁大家 我们可以帮的 一定尽力帮 但是其中 在里面 很多人都幸福乐和 好 接着陈先生的电话 陈先生 是 喂 到你了 请说 到你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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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7-1那天 是不是散会留守 现在 我们迟些会公布 迟些的情况 总之 那天7-1 人民力量 应该就会入围院 我们会自己集合 就跟这个民阵的队 是 至于游行之后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稍后会有公布 是 到时 你总之有兴趣的 就跟人民力量的队 是 我们到时穿黑色衣服 喂 但是这样啊 大教华 大教 是 你这么说 我今晚呢 就刚刚在日网呢 看回05年寒龙那些片 是 那05年寒龙 那些 明明是习警 是不是 但是就 喂 3月6日那天 那 朱凯迪他们 坐在那儿的 但是都搞成这样 指揮官不同了 哈哈 是 一哥不同了 是啊 不是 我是参加的 喂 7日那天 如果你们留守 我是来参加的 嗯 但是现在我看回韩龙 喂 那现在这个警务处长 会不会 坐在那儿都 不知警棍来博我们啊 啊 总之我们到时有决定 和怎么行动 就 一定会 早就告诉你 好吗 是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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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是一个疑问啊 另外还有一件事 我想和旭敏说呢 那如果你们人民力量开会呢 我觉得 我应该要提醒些人啊 看到地下有东西不要收拾啊 就是怎么样呢 3月6号 警窗都可以下跌的 你就去收拾啊 我不是警窗 我知道 警官 不是3月6啊 不是64啊 3月6号 3月6号 报纸 报纸看到啦 警窗都可以下跌的 那 很难说啊 有些人 很深地 那 警察掉了一支枪啊 我收拾 交给他吧 明白你的意思啊 陈先生 多谢你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电话 下位啊 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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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哥 Tim哥 到你了 Tim哥 今晚的电话好像有点点烂烂的 我家里断了 可能等得来 等得来 太多 外面听电话都没停的 真的很奇怪 现在我们网台的风烟 拍得全些 主流传媒 即是 即是 吴刺森都没那么多风烟 老实说 是吧 OK Tim哥 Tim哥到你了 大家好 我知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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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那件 唐哥那件事 我们都知道 整件事是 喂 你听到你说 台长 若文大家好 整件事 其实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们都很清楚 就不应该说 跟大球有关 那现在香港 目前最坏的环境 就是有些传媒 尤其是 《苹果》 《明报》这张 这两张 撩子 羊皮埋狗肉的报纸 哈哈 哈哈 那么呢 我觉得 如果 以他的逻辑来说 我们要看着他 他7月1日 叫不叫别人上街 如果他7月1日 叫别人上街 那万一 发生事 那些发生事 那些发生事 无论 警方也好 示威者也好 那我们是否要 入这两间报纸的数 是啊 哈哈 我们7月1日 留意他 要追究他 喂 你叫别人上街 他一定叫别人上街 他 到时 如果真的发生事 是不是 今天再说一件有趣的事 是真实的 今早我们两夫妻去运动 然后就进升 另外有两夫妻 就提了出来 走出去 她就说 啊 警掌 那我就知道她说什么 另外有一个男人 在这里拿着一份 毒苹果 在手上 现在我看见人家拿着 因为报纸我们已经不逊飘了 哈哈 那我 立刻我就说 那两个警衆迷运 应该找周艺上像咯 不过那些搞死报纸 一定是 看是怎样门黑的了 这样 那跟着 因为她是出先的 所以说 那些报纸 我感觉 头哒哒哒 走了之外 那现在有机会 我就一定要宣容 这两份报纸 是令到 现在这个政治环境 是非常不幸 因为是 这两份 她是撞着羊皮 每个都当她是民主派报纸 但是最毒 就是这两份 当然我对这两份报纸 是最粉感的 你真是 你真是很英明 不是的 很英勇 是的 所以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潮州人 多谢你们几位 你是不是 潮州人 你是不是潮州人 啊 听不到我说 那些口音 就是我们的乡理 是啊 我是潮州人 我是正式潮州人 我叫我潮州人 拍四不想干 好 拍四不想干 拍四不想干 多谢 好 多谢你 你看看 这些都听网台的 都 懂得说 读苹果 你多厉害啊 好 就是 这些阿叔 喂 你听他的口音 或者你觉得他可能 都不是上网的人 但是现在都是听我们的节目 好 我们听洪先生的电话 是 两位好 说了唐哥那件事 那天我六点左右 在茶餐厅那里 喝茶 刚好 我坐在我对面 是两个消防员来的 他说了这件事 他就说 没有理由 警察可以上去 如果我们在场 我们不会让他上去 那两个人 一个是黑黑实实 我看他是消防员 另外一个 穿着白褲衫 很斯文 年纪都很大 我看他的样子 就像指挥官来的 他告诉我 他们有个消防员在 他是不会让警察上去的 那些报纸是很无耻 用那些字眼 譬如说 为一己私利 喂 你现在是影响到他的生计 你们警察都会为自己的 人工福利 说要上街 那难道 这些又是叫做一己私利吗 还有你说人家是网夫 已经下了判断 还有你说 陈伟业在背后 喂 什么背后 光明正大的 就是陈伟业做的事 对不对 这些鸡犯 就是没有政党肯帮他 因为觉得他只有一个人 我帮他有什么好处呢 这些就是最弱势的人 陈伟业肯帮他 就是很值得表扬的 我告诉你 还有 还有 我想讲一讲 七一那时候 你们可以在游行政府总部 上演这个街头剧 讽刺一下政府 譬如 封住一个人的口 就是说 这是网络管制条例 接着就脱他的褲 一个就要脱走褲 一个就拉住 他说 我现在脱掉你的投票权 这条褲就是叫做投票权 接着还要脱掉他的褲衫 因为这个人说你的褲衫是恶搞的权利 你的褲衫太恶搞了 可以用一些街头的舞台剧来奉刺 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 明白 好 还有也都希望大家 要做好应付当日 譬如遇到警方噴胡椒噴霧 要怎样喝止警方 嗯 还有就是告诉他们 你们没有权 不是说你一说噴 就可以向着任何人一起噴的 OK 好 谢谢 好 多谢你的电话 接着我们来听一下EK381 是 毓满大教台长 是 好 说 是 大家好 昨天发生了唐哥示威 警员讯息了一件事 我忍不住一定要打电话上来说 其实昨天我已经估到 警务署署长或者警方和传媒 都会铺天盖地去抹黑示威者 因为看他们一向这么战夹的作风 其实这个 昨天已经估到 但是呢 另一样 我的很有 很有 我觉得呢 尤其是黑一呢 这件事会激发警方和示威者的冲突 因为警方这几天不断地抹黑示威者 但是责任也都不在示威者那里 那些示威者都是迫于无奈才要做这些这么激烈的行动 是 喂 是 你继续说 那 所以 呃 我觉得 呃 未来呢 大家只会越来越暴力 即是其实是警方或者传媒呢 将大家推去边缘 这个就是我的想法 是 那我们其实都要奉献那些警务人员 当然有个同僚呢 就是这样 就是殉职呢 大家都会觉得很难过 还有就是 就是 就是蜜伤其类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就是 蜜伤其类还是蜜伤其类 你作为一个警务人员 你去执勤的时候呢 你绝对不能因为有个警务人员 就是殉职 而迁路那些示威者的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真的好像你说的 到七一的时候呢 你那个对抗对峙呢 就会更加激烈的 但是曾伟雄 但是曾伟雄 他就很懂得去利用这件事 来抹黑些示威者 好 多谢你的电话 OK 那我们继续听电话 阿佛 阿佛到你了 哦 哦 是先说 呃 是 是不是欲敏啊 是 是 你说的话 我想说 昨天 那件事 那件事 呢 呢 那件事 呢 那件事 我再次遭遍了我们香港人 但大部份香港人有多沒有理會心 是,知道,你講吧 是,繼續講就可以了 大部份香港人一見到警察、公務員 發生意外呢,所有的派遣那些全部都心對我,全部都得罪了我們這些示威人士 明白你的意思,謝謝你 多謝你的電話 我們希望你打電話進來的聽眾就不要開著那個電腦 因為你會聽到你的聲音是延遲了,你就覺得很困難 跟我們那個溝通的時候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因為有少少延遲的,好嗎 OK,我們還有電話聽聽 在外面圈我們的時間,節目時間就差不多 那就下個星期再見 最後,我想這機會多謝支持者 很多網民和街坊,今天都有很多電話 網上都表示支持和慰問 大家又不用擔心我 我們這麼多年的風浪 很濕碎 你想想想,當時我們幫富資產的時候被淚照 當敵人讚美你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知道你做了些傻事了 OK,這個就是 謹慎我們的崗位,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就是危康引用列寧的說法 來評這個司徒華的當敵人稱讚你的時候 你就想想你是不是做了些傻事了 好,節目時間差不多 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祝你情如百書 永遠不染塵 遙處上上是惡夢 不可可心境震 不可心境震 你看見雪花飄逝 我這淚雪落更深 寂寞兩地情要多信任 明瞭真心愛未問 愛未問 知情要多信任 愛未問 你不可心境震 你不可心境震 儘取更深 愛未問 請你不可心境震 愛未問 愛未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你情欲白雪 永远不染塵 遥传上是恶梦 不可心平震 你看见雪花飘逝 我这泪雪落更深 寂寞两地情 要多信任 明了真心爱未问 寒梦仍能傲笑 你更加性别人 遥言从来莫信任 真心早供应 我看见雪花飘逝 对你的爱更深 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 原来真心爱未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